各位观众你好 我是李淑芳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全方位 在这里先祝所有的投资朋友 周末假期愉快 当你在今天里面来讲 这个周末 你可以发觉到台北股市的开盘 指数还创了一个新高 曾经大涨了八九十点 但是到了中场 它下跌了109点 收在12304点的位置 那这个盘到底有没有一些的危机呢 其实它有一些的危机 但是它并不是一个绝对性的一个危机 那为什么会如此呢 我们等一下里面会告诉大家 但是当今天里面 你面对台北股市上下的震荡 上涨了89点 到最多跌146点 政府高达200点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觉到 如果你有听我的一些的建议 不要使用融资 保留一些的现金部位在手上 你更能够去做面对 就像在今天里面 有一些的会员问我说 今天已经跌了 要不要去买 要不要去买 其实不是不能买 但不一定是在今天 那为什么我会下这样的一个结论 我等一下会来告诉大家 台北股市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有跟大家讲说 你在这个时间点 你能不能够平常心的去面对 在中美既贸易战之后 打到了政治战 甚至在今天里面 从政治战里面 可能又打到了军演 军武的一个区块 就像整个一个中国 他可能会关闭 美国的一个领事馆 他也可能在南海上面 开始武力的展现 来军事的一个演习 你能不能够平常心 如果不能够平常心 其实在昨天的节目里面 我也很诚挚 很诚实的告诉大家 你不如不买 因为从现在开始 已经是7月底了 越来越接近11月份 美国的大选 你觉得川普会怎么做 他会放过中国吗 不可能 在这个时间点 唯一的方式 因为他现在区区劣势 唯一的方式 就是要转移注意力 转移注意力 就是他最大的一个机会 所以不管去邀请 在整个清美的一些的国家 加入去打华为的供应链 再加上这一次 关闭中国的领事馆 那中国一定也会 关他的领事馆 中国也一定会展现 所以如果在这个时间点 你从这样的一个角度 你每一天眼睛看到的电视 在讲这个问题 你耳朵听到的财经新闻 在讲这个问题 你翻开的报纸 也在讲这个问题 如果你不能够平常心面对 那我在昨天 就在这个节目里面说过 你不如不买 真的 操作股票 要让自己睡得着觉 这才是一件好事情 不要操作股票 把自己弄得很神经质 那这样的话 让你的生活的品质过得不好 这不是操作股票 该有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在昨天这个节目里面 谈到了几件事情 我说第一个 你一定要去体会 11月之前 川普打中国不会手软的 中国的反应也都是如此 所以中美的大乱斗 以及内外资的大PK 这是绝对会存在的 因为在这一次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新台币的升值 有升破29.3几过吗 没有 我说这一次里面的外资 它从被动的一个基金 来自于汇率 新台币的升值来到台湾 当你的一个台湾 不再升值的时候 配合到我们的除全息 重量级的个股都除过了 这个时间点 它能够做的是什么 除非你在整个新一轮的 旧市计划 美国里面 它进一步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再让美元去做贬值 否则这个时间点 它能够做的就是 空一下你的期货 空一下你的选择权 再卖你的现货 来赚取期货跟选择权的 一个所谓的价差 大家会问我说 期货明明还是有多单 其实那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的台湾 自从有MSCI 这个所谓的操作 MSCI它本身有一些的部位 它基本就必须在 它的期货上面 有一些基本的水位 所以它只要在38000口以下 就是没有做多 它就是没有做多 所以你可以发觉到 它在最近里面 都用一些选择权 去以小博大 去放空一些的期货 然后再给你什么 在最近里面砍杀现货 所以它就一定是内外资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内资想不想拉抬这个盘 我跟大家讲一个实在的话 如果我们的内资 不想拉抬这个盘 国安基金早就退场 哪有人在创12197的新高 还在场内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它的心态至少没有去做偏空 所以这个时间点 业内跟主力里面来讲的话 它就去拉抬在今日里面来讲 台北股市在大涨了 快要90点 89点 8点的时候 它就去拉抬什么 它去拉抬的台积电 有没有 一路的走高最高涨十几块钱 到了395块 它去拿什么 拉抬我跟大家讲 联发科的700块钱达正 今天到703了 有没有 然后台积电也接近400块钱 那我在昨天讲的联电 在今天也呈现了上涨 但是这期的全资个股的上涨 腾落指标都是在下跌 当台北股市最高涨到 快要90点的时候 有一千档以上的个股市 呈现了下跌 那个是不是危机 那个时间点的台北股市 在最高的时候 危机是非常非常大的 但是只可惜的是 投资朋友就跟大家讲 轻指数而重个股 你没有发觉到台北股市 在往上拉的时候 根本没有成交量 然后我说现在来的 台北股市的一些投资朋友 就喜欢短打 之前你就是不肯 来到台北股市做多 短打得很严重 然后没有赚到钱 很紧张 很着急 用融资去做操作 就一刹下你看量都出来 刹下量都出来 这都是不稳定的筹码 我说台北股市 说真的很现实 它也会很残酷 你想想看台北股市 在这个礼拜 为什么能够拉升上来 因为从上个礼拜五 我把融资水位调出来给大家看 从上个礼拜五 到礼拜一 融资呢 降下来 一降下来 就给你拉上去 就你融资又开始 连续性的增加 连杀两天 所以因为融资的筹码 是最容易看出来的 最容易看出来 这档个股上面 到底是散户 还是业内跟主力在这里面 所以大家自己要去留意 我跟大家讲 不要使用融资 真的 真的不要使用融资 你对你的个股上面 也并不是一件太好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 我说它不是一个绝对的危机 但是它是一个相对的危机 就是来自于筹码面的不稳定 来自于位阶很高 来自于外资并没有真心诚意 在今年以来 买超台北股市 今年以来 去贯穿台北股市的多头的行情 其实都是内资 它都是内资 只是外资 它当它的持股水位越高的时候 它可以针对 这台湾50的成分个股都卖 一卖指数就容易跌 那你想想看 在今天只有拉台积电 只有拉联发科 大幕股票在跌的时候 有些投资朋友还没有感觉 可是当有些人有发现了 就开始卖股票之后 就开始什么 这边就是来自于多沙多 你可以发觉到 这边的卖压就是来自于多沙多 我觉得这个盘 它有相对的一个危机的原因 是第一个 今天的量不少 今天是2645亿 是近期里面比较大的量人潮 那它是开高走低 带黑K 所以它是一个相对性的危机 但是它并不是一个 绝对的危机的原因是 2645亿 它并没有比12028 120028点更大量 当时候是2751亿 有没有看到 所以在这个过程 我说相对性的危机是来自于 因为川普这个时间点 救世计划延后 然后他们的阵营出来放话 因为他们现在疫情蛮严重的 放话说美元一直扁一直扁 因为他们人民的生活 会随着美元的扁子怎么样 你变成你的实质生活上面 会比较不好 所以他说那你现在里面 是不是该把美元 去做持稳的动作 所以还没有一个决定 因为你现在是矛盾的 你又要美元持稳 你又要救世 那你怎么救呢 所以大家就在等他的救世计划 加上什么 不管是Tesla 这些指标型的个股 或是苹果这些指标型的个股 在涨多之后 昨天都呈现了重挫 都4%以上的一个下跌 那里面来讲的话 当然跟高盛 高盛说苹果 有两大原因要避开苹果 所以造成昨天苹果的下跌 一个 他可能在这一季里面 仍然不会有财报 请问 我问大家一件事 上一季的苹果有没有财报 没有 问题是苹果的国家 是创历史新高 对不对 那第二个 高盛讲苹果不好 他说因为苹果会延后 去发行他的手机 那我只能说 高盛这一个分析师 他纯粹就是为了打指数 尖牙个股 为什么呢 那很简单 苹果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 以我区区小小的台湾的分析师 都告诉大家了 苹果本来就是延后30天到45天 你这高盛大大分析师 你还不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重点是来自于 苹果的股价创了一个历史新高 特斯拉的股价创了一个历史新高 台湾的股市在一个相对的历史高档 不是历史新高 历史的相对高档 所以配合到筹码的不稳定 那一定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说他有绝对的风险性 应该说有相对的风险性 但是没有绝对的风险性 是来自于大家的位阶都很高 大家的持股信心都有一点薄弱 配合到现在政治问题 经济问题跟军事问题 就会造成在今天里面来讲话 不管美国股市 不管台湾股市都一样 因为美国股市在这一次你可以发觉到 它也是创新高之后的战 当然倒球没有 有没有创过新高 有没有创过新高都是有 所以就是来自于涨多之中的压力 所以我们才会跟大家讲说 你现在的选股 第一优先选择是低本益比高成长性 第二才是成长性 最不容易跟我选的是什么 高本益比没有成长性的 那一定会大跌 那低本益比没有成长性的 不会涨 这就是大家了解到我 为什么在这个节目一直说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你应该能够体会 假设在这两个礼拜多的时间 两个礼拜多 我都跟大家讲 你一定要保留一部分的现金 你不要使用融资 你在面对这个盘的时候 你后面会穿Q的很好 该进场的时候 你就有钱进场 不然的话你现在持股满党融资操作 你会开始投昏眼花 然后每一天都好紧张好紧张 在看这些财经新闻媒体上面说的 可是你要知道 我就问大家 你为什么八千点不敢买 你为什么九千点不敢买 你为什么一万点不敢买 你问自己 在当时候你是不是也看到了 爆章媒体财经节目 全部告诉你疫情 这是一模一样的事情 只是历史上面来讲又重演一次 因为台北股市涨多 那我说在这个过程中 集中市场所幸的是 它中场过后的量说 它并没有爆出2750亿以上 更大的量能潮 就技术面而言 这个叫日KD指标高档交叉向下 这个叫短空 今天有没有部分的调节出货 有 但是它不是绝大的问题的原因 是最大量的 成交量的马其诺防线 还是在这一根 2751点的12028 12028 所以在这种过程 大家一定要了解到 这边里面的操作的逻辑 到底在哪里 那我认为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 因为外资也会稍微 他们都是短线操作 现在也是这样子 那内资跟外资一定是在PK的 因为新台币没有再度的升值 可是新台币未来会升或扁 它决定性是在美国的救世计划 救世计划 这是大家自己要去做留意的 那我个人认为 在这边里面来讲话 内资的筹码币 你筹码的不稳定度 它是绝对是升高的 绝对是升高的 请不要使用融资 保留部分现金在手 我的看法不变 那现在我要讲的两个是最重要的 那很奇怪 其实很多的个股没有报大量 为什么大盘是报大量的 那就很简单 一定有个股报大量 像台积电报大量 联发科报大量 联电报大量 但是他们是涨的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你就要注意分成两个事情 我说重个股而轻指数 第一个 你报大量的个股 不可以大量区间或缺口 向下去做跌破 那就是出货 举例2330的台积电 今天是不是报大量 今天的低点 不过我们这样来看 好像这个更大量 所以它应该只是短线上面 相对的危险性 假设破382块钱 那融资又去做增加的话 那是在极短线 上面比较不利 应该是来看2303的联电 这个可能就是最大量 对确 我们来看联电 我在昨天有分析过 野村的研究报告 联电今天报最大量 它是不是带一个多方的缺口 那很简单 这个多方缺口的一个下源 就是在19.25 它不可以去做跌破 因为它是用融资去做增加的 融资去做增加 那19.25不去做跌破 那没事 破了它就变成大量区间有套牢量 那如果你的个股 是没有报大量的 那很简单 你就是一样以它的惯性 譬如说它的报大量的低点 成交量的马秦诺的防线 能不能够守得住 它以往里面来讲的话 这条均线 譬如说假设它是月线 你就看月线 是季线 你就看季线 它能不能够守得住 那如果能够守得住的话 那就没有事 那如果守不住的话 那就代表它的整理的时间 又要去做一些的延长 那所以未出量这个股 不可以跌破重要均线的支撑 台币未来是升还是扁 决定在这什么 热钱的部分 但是我讲到这个部分 我觉得这个市场上面 已经面临到非常矛盾 台币升怕会损 台币不升怕外资热钱的叛逃 那我个人认为是 这些外资又没有真心诚意 做多台北股市 它出去有什么关系 出去也是短期出去 如果台湾的一些的公司 真的具备基本面的话 那主动的基金还是要进来 我宁可要主动式的外资 不要这种被动式的外资 因为热钱永远来得快 去得快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还是要去注意新台币 升或扁 这个部分会影响到指数 做短的人 你要近代重新交叉的日KD 你才能够去做进场的动作 那我们刚刚已经把整个 在未来里面要留意的大盘 留意个股报大量的 不可以跌破 大量区间的下源或是缺口 那没有报大量的 你是看均线 那如果以集中市场上面而言 那大概就是12028 所以我说台北股市 有相对性的风险性 但是它并没有在技术面 绝对的风险性就是如此 那在这个时间点 我还是建议投资本 回归到基本面 跟筹码面的操作 它会比较好 首选第一选择 低本益比高成长性 第二选择成长性 千万千万不要去选的是什么 高成长性但是没有 高本益比但是没有成长性的 那将来里面的跌幅会很深 领先市场买到好股 爆住好股 如果你每一天都受到 这些消息面 政治面 每一天在这 最高杀低的投资朋友 那我给你真正的 很良心的建议 你不如不要做 真的 我真的在这个节目里面 很诚心诚意建议观众朋友 你要能够在这边去做操作的 你要心如止水 很稳定 回归到基本面 回归到筹码面 你才可以在这个时间点 持续的去做一些的操作 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 再针对个股上面 来介绍给大家 一键启动 就像AI感测 不残留洗剂 脏污 不伤医物 不麻烦 不留情难过敏源 KITACHI AI 不能没有你 日本原装 生活美学 KITACHI 日立家电 顶级冰箱 送空气清定机 指定机型 好礼回馈金超纸送 泳城国际投顾 秉持诚信 专业客户至少 领先掌握市场先机 阵容坚强的知名分析师 一流的研究团队 专业扎实的研究分析 为会员创造一流的绩效 成就市场一流的口碑 泳城国际投顾 拥有完善制度 顶尽硬软体设备 你用投资准确性及时效性 用心对待每一位会员 建议独到的投资建议 我们是你永远能依靠 我们是你用投资的 独二选择 永辰国际投顾 用诚信专业创造绩效 一通电话财富翻倍 一通电话希望无限 永辰国际投顾 入会专线02-2563-9777 02-2563-9777 同一面金颜肉造香 怎样它都对味 糙米比白米健康 全骨当然比精致穀物健康 确潮可可碎片 全骨为含量最高成分 保留穀物多种营养 确潮可可碎片 全骨就是比较好 拼第一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的事 因为他们的动力 让台湾创造了更多不可能 想拼第一就动起来 台湾运动产业博览会 7月17撼动未来 来7-11使用振兴券 拿3000-4000 免费多1000 也可以200-400 500-1000哦 超优惠振兴券 就在7-11 严选叉叉叉 搭配冠军拉面 必胜可 一口入魂拉面披萨 跨界首创 美味打动灵魂 爱你所汗 披萨核 亲人黑豆 带给你亲吟 百分之百 整瓶使用亲人黑豆 统一阳光 无胶糖黑豆浆 名义十味天 今创业与您共享 中华美食爱的味 精明店长赵薇 公门副店长黄晓明 天菜主厨张亮 金马饮后八台妹 周冬雨 8月2日起 秋日晚间十点 大高兴 拿手料理中餐厅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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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江是老的辣 对 跟我打伤 你再不让我这样 我就跳舞 我吸风水 我跟你说 今天到周五晚上六点 中期到全面新公园 请递手投入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其实有时候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 你看个股未来的一个成长性 跟未来基本面的能见度 你会看得更清楚 在之前台积电的法售会里面 我们就跟大家讲过 台积电它就看好几个 一个HPC高效能的电脑 这一定从灰达衍生出来的 它一定能够带动到显卡 主机板 以及部分的IC设计个股 另外部分来讲就是来自于5G 5G的一个区块 它分成整个联发科 这个叫大陆的系列 另外一个就是苹果的一些的系列 那另外部分来讲 二哥的部分就称之为联电 联电在今年里面来讲 野村的研究报告 上看联电的EPS 有一块钱以上 大概到一块二 所以他说 他的目标价应该有25倍 所以让联电的股价 创下好几年来的一个新高 我就无可厚非 台积电可以20倍的本益比 当然联电也可以20倍的本益比 因为大盘已经19倍了 可是重点不是来自于联电 因为我说过我没有买联电 联电我主要不买的原因 不是它不好 而是我担心的是美光的诉讼案件 什么时候又要冒出来 我不知道 但是整个联电 它的一个订单 优于预期 它主要的上游的公司 半导体已经从IC设计 下给晶圆代工 晶圆代工 再下给封装跟测试 对不对 那这个时间点 它就是已经联电的订单 是来自于几家公司 一个联发科 5G的晶片还是下给台积电 但是联发科不是只有做这些的晶片 它有很多的晶片 用28奈米的部分 它就下给了联电 或是台积电旗下的世界先进 另外部分下给联电的还有什么 还有联勇 联勇的DDI DDI就是显示器的驱动IC 不是TDDI 扫一个T叫DDI 因为韩国 未来里面会全力的冲刺OLED OLED的部分要用到驱动IC 渗透率从40%到50% 所以下了很多订单给联电 另外部分 韩国的大厂LCD 大尺寸的液晶电视的面板 或是其他的部分 它不再做 所以台湾会有转单 那下了订单给谁 中国大陆跟台湾 那中国跟大陆跟台湾 全世界IC设计里面 占第8名的 它就是联勇 它下了很多的订单 给所谓的联电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Wi-Fi 6 Wi-Fi 6的部分 就是来自于瑞域 跟利基 利基的Wi-Fi 6是占90% 那整个一个瑞域也有 但是利基你可以发现 我们在昨天就讲说 那在这个时间点 它今天是开放的 可是我有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一档个股只要正乖离 跟5日军性的正乖离 2%到4%上 你可不可以追 你不能追 你有时候还可以赚一下差价 还可以赚一下差价 就跟我当时候在讲 IC载版测试的一个 6683的雍智科也一样 在当时候我们从200多块钱 一路操作修正正乖离加码 沿路以来正乖离太大卖 拉回来买进 大概一路上来 到这一天415的这一天 我又说5日军线正乖离很大 有没有修正5日军线正乖离 还是有 像这种个股上面 你可以有两种选择 一个卖一半 不管利基 那雍智科你可以卖一半 剩下的 你就当成你持股成本的减少 再让子弹飞 这是最好的一件操作的方式 那刚刚来讲的话都会谈到 那苹果高盛的部分 我刚才节目一开始就讲 高盛这个简直是马后炮 我对于马后炮的一些研究报告 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对于太夸张的一些报告上面来讲 也一点兴趣都没有 那苹果本来就是涨多 那你说苹果会不会延后 本来就是延后 你高盛大大分析师怎么会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 你要体认出来 整个苹果个股 其实并没有像美国股市的 苹果的股价创历史新高 我个人认为 我个人认为 PCB仍然是低本益笔 据成长性的个股 我没有改变 不管是华通 不管是在台郡的部分 我是没有改变的 我一向是实话实说 来告诉投资朋友 所以趁着这个时间点里面 来讲的话 选好股就对了 首选低本益笔 高成长性的个股 再选择第二季季报好的 这就是你唯一的选择 不要去选择什么 不具备成长性 又是高本益笔的个股 那将来里面股价 可能就会呈现的下跌 那趁着这个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我们手上的现金部位都准备好 一定有好股的 一旦有好股的买点不现 就会带着你第一个时间点 去做进场 打电话进来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